三只小猪 从前有三只小猪 他们的名字是猪大哥,猪大弟和猪小弟 三只小猪和猪妈妈住在一起 一天,猪妈妈说 你们都长大了 妈妈也没有钱了 找个工作,搬出去住吧 三只小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猪妈妈说 再见啦,小猪们 一路上,一只很饿的大野狼 看到了三只小猪 大野狼说 我要吃那三只小猪 没多久,三只小猪看见一个老人背着稻草 猪大哥问老人,能不能给他一些稻草 做房子 做房子 老人说 猪大哥 谢了老人 很快 猪大哥用稻草 做了一个房子 猪大哥说 猪大哥说 再见啦,猪大弟和猪小弟 没过多久 猪大弟和猪小弟看到一个老人 背着木头 猪大弟问老人 能不能给他一些木头 做房子 老人说 能 猪大弟谢了老人 很快 猪大弟用木头 做了一个房子 猪大弟说 再见啦,猪小弟 没多久 猪小弟看到一个老人 背着一堆砖头 猪小弟问老人 能不能给他一些砖头 做房子 老人说 能 猪小弟 谢了老人 过了一会儿 猪小弟 用砖头 做了一个房子 猪大弟 猪大弟的木头 猪小弟的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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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第二天 大野狼来到了猪大哥的稻草房子前 他敲了敲门 说 小猪小猪 打开门 猪大哥说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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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开门 大野狼说 小猪 你不开门 我会吸一口气 把你的稻草房子吹倒 大野狼 吸了一大口气 用力的吹 把猪大哥的稻草房子给吹倒了 猪大哥跑到猪大弟的木头房子里 大野狼来到了猪大弟的木头房子前 他敲了敲门 他敲了敲门说 小猪们 小猪们 打开门 两只小猪说 不,不,不,我们不开门 大野狼说 小猪们 你们不开门 我会吸一口气 把你的木头房子吹倒 大野狼 吸了一大口气 用力的吹 把猪大弟的木头房子给吹倒了 猪大哥和猪大弟跑到猪小弟的砖头房子里 大野狼来到了猪小弟的砖头房子前 他敲了敲了敲门 他敲了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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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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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门 三只小猪说 不,不,不,我们不开门 大野狼 大野狼说 小猪们 你们不开门 我会吸一口气 把你的砖头房子给吹倒 大野狼吸了一大口气 用力的吹 可是 猪小弟的砖头房子 怎么吹也吹不到 大野狼很生气 他爬上屋顶 进入烟囱 猪小弟烧了一锅热水 放在烟囱下 大野狼一下烟囱 小猪们 把锅船打开 大野狼 跳到热水里 大野狼痛得 嗷嗷叫 嗷 跑出了 三只小猪的家 从此 三只小猪 过着快乐的生活 一只小猪 跳到烟囱下